把鏡頭轉回到國內 遇上的消防車 救護車和警備車等車輛 出勤執行任務的時候 汽機車用路人是必須立即避讓 但是臺北市警方今年前六月 取締這一類的違規 就有二十二件 部分甚至引發了重擊事故 而在昨天晚上 臨近臺北車站 就有一名騎士 因為閃避不及 摔車撞上了消防車 消防車出勤 外頭下大雨 一腳協助開到 紅燈過路口 突然有良機車 從側面擦撞 騎士多處擦錯傷 雙方駕駛經檢測 酒車值均為零 機車騎士傷勢為 四肢多處擦錯傷 意識清楚 案發第一臨近臺北車站 二三歲男子 一號晚間六點多 隨時綠燈執行通過 但消防車執行趕救火 騎士閃避不及 先自摔後撞傷 文消防車救護車 警備車等特種車輛之警號 不立即避讓者處 三千六百元罰還 今年一至六月 共取第二十二件 較去年同期增加十三件 警方統計今年一到六月 七機車未必讓消防車救護車 這類特種車輛 台北市取締二十二件 雖能開單裁罰 但台北市交通裁決所表示 近三年都未獲警察相關舉發 未有開罰件數 雙方說罰有出入 只是碰上救護救災車輛 民眾又會怎麼閃避 消防車救災三原則避讓 單車道靠右閃同向兩車道朝左右避讓 同向三車道以上向兩側閃避 律師提醒不僅用路人聽見鳴笛聲 必須依法避讓 消防車出起 警員有相關注意義務 各方相互配合才能讓道路更安全 記者 陳冠勛 謝正麟 台北報導